这个男人叫吴池 是几年前穿越到这方世界的人 而这个世界是一个全民领主的世界 想要在这个世界中成为人上人 必须要获得足够高品质的领主之心 领主之心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获得 那就是在登天节这天通过祭坛进行祭天仪式 从而获得领主之心 而吴池来到这个世界也有几年了 今天就要进行祭天仪式了 只见高叔的引导人喊道 下一位 吴池从人群中走出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向着祭坛而去 毕竟老天让他穿越到这个世界来 肯定不会让他做一个岌岌无名之辈 随后根据引导人的指引 来到了一个占地极大的场地之中 在心中想到 最次也得来一个精良品质吧 要是实在不行 稀有的也不是不能接受 虽然觉得这个贼老天应该不会亏待自己 但是到了祭坛这里 内心还是止不住的心虚 只见吴池所占之地 浮现出玄傲无比的符文 片刻后符文就被激发 瞬间一股能量冲天而起 直入云霄 吴池此时已经把他所窒息的 获得过传说领主之心的人都求了个遍 什么道主尼尔啊 先王张白忍啊 还有月神阿尔特弥斯 一个都没放过 这时从他胸口处亮起了各色的光芒 向着四周积涉而出 带道光芒散去 吴池从烟尘中献出了身形 就连引导人都疑惑地看向他 却是 吴池看着手中光芒还未散去的领主之心 目光睁睁地盯着 居然是品质最低的白色领主之心 无比失落地想着 说好的天之骄子呢 说好的天选之人呢 好吧 只是个普通人罢了 禀道人看出了吴池的失路 笑着对他安慰道 别灰心 无尽虚空存在无限可能 说不定你能见到仙神医保 然后一路畅通呢 而吴池的内心却想着 这么糊弄人的安慰话 也太假了点吧 但还是开口回道 多谢您急言 然后向着阶梯下走去 那真是上去的时候要多嚣张有多嚣张 下来的时候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回到家后的吴池 百无聊赖地把玩这手中的领主之心 自言自语道 没有出现系统 也没有金手指 这最低级的领主之心能够干些什么呢 想到这他做起身来 准备先进去看下自己的领地 虽然是最低阶的 但好歹也是自己 这样想着便拿起这颗白色领主之心放于胸前 一阵系统光芒亮起 眼前浮现出一个选项框 分别是领主 领地 以及降临 简单看了下介绍后 便立即打开了领地属性 眼前画面一转 显示出一个领地属性 正是吴池的领地 最显眼的一行领地特性上赫然显示着 两世处男 看见这个吴池瞬间暴怒开口道 两世处男是什么鬼东西 随后查看起了介绍 领地内所有女性居民全属性加百分之十 两世处男的怨念 造就了这个极品的特性 这不看还好 只下一看邓扎心了 接着怒吼道 我处男怎么了 这都能成为领地特性 这是歧视 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但是随后又立马想到 全属性加百分之十 这个属性极品啊 要是没有那个女性居民限制就好了 随后又点开领主属性查看了解 其他都是正常 但是物品栏里居然显示有东西 不应该啊 不是说每个新人领主的物品栏里都是空的吗 为什么自己的显示有物品 而且名字还是叫机械之声 不得不让人想鹿飞飞啊 想着想着手指便点上去 一阵耀眼的光芒射出 连窗外都被照得通明 而房内的吴池却盯着眼前这 形状神似妖子的物品脸上出现了莫名的笑容 但是盯着看了半天 属性信息什么的都看不到 连怎么用都不知道 难道是要滴血认主还是说要绑定什么 只见他双手捧起这个神似妖子的东西 嘴里喊道 系统 大佬 大仙 大神 喊完后却不见任何回应 正在他准备尝试进行滴血认主的时候 无意间瞥见一个小窗口 是否绑定机械之肾 要不是这回头一瞥 今天怕是还得出点血 毫不犹豫的扁机士 只见这机械之肾散发出一阵光芒 看来是绑定成功了 而机械之肾的信息也自动出现在了他眼前 别的还没有看仔细 就被种类这一行给震惊到了 居然是世界奇物 老师上课可是讲过 世界奇物可是能加强整个领地属性的先天宝物 就连各个奇境洞天的强者仙神都会争强 他终于感觉到自己身为穿越者的福利好像到了 哪怕领主之心只是最低阶 但是通过这个先天宝物加强领地属性 未来也不会弱于他人了 想到这无耻便止不住的笑脸浮现而出 他本自命不凡 一直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 却在进行齐天仪式后 只获得了最低等的领主之心 就在他准备接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时 却意外地发现物品满领 居然有一个世界奇物 机械之肾在等着他去探索 虽然这个机械之肾他已经进行了本地 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开启它 甚至尝试过声控进行启动 只见无耻对着他虚张双手 表情肃目地喊道 机械之肾启动吧 在他喊完后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事实证明 这东西确实不是靠声控启动的 也尝试过对着机械之肾一通乱案 期待能够无意间触碰到开关 但是这东西帮应 根本就不像有什么开关的样子 怀揣着一个能改变命运的宝 却找不到开启的方法 这应该能排得上人身最痛苦的事情之一了 就在他抓狂之际 无意间瞥了一眼 一直没有关闭的属性界面 在他那奇特的领地特性后面 多出了一个家号 无耻非常肯定 这个家号在之前肯定是没有见过 见到这不同寻常的地方 他立马兴奋起来 毫不犹豫地伸出手 点开了这个家号 伴随着无耻点开这个家号 钉的一声提示音响起 随后机械之肾爆发出强烈的光芒 系统界面则弹出一个窗口 正是这机械之肾使用成功的提示 并伴随着出现属性简介 只见简介上显示着五条属性 每一条都是关于女性居民 第一条属性领地女性居民 全属性增加1000% 就离谱 天赋加1 血脉加1 以及青春永珠 获取英雄和兵种时 得到每人的概率提升100% 也是离了大谱的存在 如此属性 怕是拴头猪也能大杀四方了 难怪历史上那些金色领主之心的 只要不夭折 最后都能成为正骨朔金的传奇人 虽然自己的领主之心只是最低级 但无耻相信 随着领主等级提升 未来的机械之肾肯定是更加可怕 无耻的兴奋进刚故 他立马想到 既然这机械之肾如此强大 那要是暴露了 势必会引来无数人的强 一想到这个 无耻慌乱地开始来回读 内心对未知的恐惧让他坐立难安 片刻后无耻心中已经有了想法 既然让人知道 他拥有机械之肾的后果分可怕 那就不让任何人知道 一定要冷静 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 要像平时一样 书照读 饭照吃 想着便背上了胯包 推开门向着学校出发 研究领主之心 时间过得飞快 一晚上时间不知不觉就已过去 无耻推开门 急急忙忙地朝着学校跑去 由于他做出决定的时候 天已经大了 等无耻赶到学校时 铃声已经响起 使得他只能再次加快自己的脚 等他赶到教室门口时 门口已经围拢了一批同学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了 无耻心里想到 就在他心里 还在庆幸自己来得刚刚好时 站在门口的老师对着他询问道 无耻 你也成为领主 为了不表现出异常 无耻立马露出开心的笑容回道 是的 朱老师 他的这副表现 确实没有引起注意 因为刚成为领主 都会显现出一副兴奋的样子 等到无耻进入教室内 立刻被眼前这副吵闹的景象给震住 只见原先教室内的同学大部分都还在 说明这些都是获得了领主之心的人 比起以往实不存一的景象 这一届的人天赋都还不弱 想着想着无耻随便找了个位置就坐了下去 就在他刚落座 一个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响起 速静 随后教室内一阵烟雾滚动 向着中心处的讲台汇聚 再经过短暂的弥漫 汇聚成了一扇门 从门内伸出一只穿着皮靴的腿 一看就知道是女人的腿 就在无耻一愣神的工作 一个女人就从这扇烟雾汇聚而成的门内走出来 同时说道 你们是今天的第三批 现在就请你们拿好新手的奖励 随后丁的一声响起 他胸前的紫光精准地对着教室内 每一名同学身前摄取 无耻身前也有一团紫光 那这应该就是每个人的新手奖励 紫光内一共是三样物品 这些物品在书本上都有过介绍 分别是虚空结晶以及两座领地建筑 无耻对这个没有太多的欢迎 毕竟是新手奖励 东西都不会太过高级 便随手塞入了物品栏内 这时讲台上的女人再次说话 每一个新领主在第一次降临后 会进入30天的虚空试炼 在这30天内面对虚空怪物的威胁 而每个领主只能携带两个领地建筑 以及少量的食物资源 用那点少的可怜的装备 去面对30天一波接着一波的虚空怪物袭击 但如果坚持过了30天 那虚空也会对出入者进行评价 从而给予大量的奖励 虽然度过30天后的奖励很诱人 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们一句 不要冒险 一旦坚持不住 立刻逃离虚空 他本是一名穿越者 以为自此走上了一条通天大道 却奈何只获得了最低等的领主之心 课堂上老师正在讲着虚空试炼需要注意的事情 吴池正津津有味地听着 因为他正是这一届新生中的一员 这时身旁一个声音响起 这些新手奖励 以及虚空奖励什么的都无所谓 我们最需要担忧的是 有挂臂 吴池看着这几人卖宝的模样一阵无语 不过他们说的话还是有点道理 他在内心想到 我的机械之甚 一定能让我在新人里脱颖而出 成为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想着想着 心情开始变得愉快了起来 随后忍不住笑出了声 正在他笑的前腐后仰之际 一道声音自他耳边响起 嘘 安静 这一声让吴池一惊 立马停住了笑声 抬头朝着前方看去 然而站在讲台上的老师 依旧还在讲台上 这一手操作 把他给整个不自信起来 呆呆地望着那前方的美女老师 只见他说道 新手奖励已经发放完毕 请同学们陆续离开会场 如果哪位同学觉得自己天赋不错 可以看看厅外的投掷契约 说完也不等有人回应 立马又操控着滚滚烟雾汇聚而来 然后就在这烟雾中消失而去 其他同学还在议论着今天的收获 吴池一致已经起身离开了座位 在走廊外果然瞧见了美女老师说的契约 但是他可不会去签这些契约 这都是个大势力拉拢人才的手段 他也只是好奇查看了一下 随后便不再领回 今天事情还是很多的 在进入虚空之前 要先去准备些必备的物 不久后吴池已经采购物资完毕 其中还特意地购买了一身帅气的衣服 带到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做完 吴池整了整身上的衣服 难难道 这种各样的选项狂 吴池这次没有被其他事物吸引 毫不犹豫地点击了降临 刚点击降临 脚下的地板就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宫洞 这应该就是前往虚空的通道吧 嗡的一声响起 宫洞上方瞬间没有了着力 吴池整个人朝着下方急速坠去 此次的历练已然开始 虚空是一切的中的 有着无尽的财富和无限的可能 以及难以想象的恐怖 轰的爆炸声响起 吴池这边连自己的领地都还没见到 在路途中就已经见到有人的领地被攻破 这虚空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让他心中的警惕再次提高了几个度 啪的 吴池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与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 看来是到地方了 摇晃着摸着后脑勺缓缓起身 仔细地观察起四周来 眼前所见即为所有 一个简单的木栅栏 一栋破旧的茅草屋 这就是吴池领地的全部了 这要是没有金手指 靠着这些个东西 怕是第一天都撑不过吧 来到领地后试炼便已开始 吴池立马行动起来 双手抱拳 从双掌之中显现出 此前领取的新手奖励 分别是兵营以及祭坛 兵营的作用是用来召唤兵种 而祭坛则是用来召唤英雄 只见吴池一左一右 朝着两边分别把两个领地建筑投掷而去 这两个领地建筑离守后 虚空降下两刀耀眼的黄光 直直对着领地建筑上就笼罩了过去 片刻后金光散去两座建筑以兰拔地而起 随后吴池掏出了新手奖励里的最后一件物 虚空结晶 作用正是用来召唤领地内的人力单位 就在他准备开启召唤时 系统跳出一条弹窗信息 吴池定睛看去 只见这祭坛的后面也出现了一个加号 这一发现立马让他欣喜落狂情 本以为新人试炼中机械之圣发挥不了作用 没想到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想也没想直接就点击上了加号 随着吴池的点击 祭坛开始了分解 随着原始祭坛被分解 一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出现在眼前 就在吴池惊探与机械之圣的强大时 这座建筑的门扁吸引了他的注意 精灵十二差 这个名字让他一阵无语 这名字是认真的吗 总感觉是红楼梦乱入的杰作 想太多也没用 点开介绍查看了起来 果然 第一行赫然出现两个字 红楼 吴池把原始祭坛进行了升级 但没想到原先简陋的祭坛 却变成精灵十二差红楼 不过属性这方面相较于之前 强了不止一点半点 待到烟尘散尽 吴池推开门向里面走去 厚重的大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往四周打凉了下 便难难道 这里真的能召唤出红楼中的英雄吗 想得再多不如直接行动 吴池直接把虚空结晶抛向祭坛 随着虚空结晶的加入 在吴池头顶上方直接就开始了英雄的抽取 不消片刻 正在旋转着的卷轴停止了转动 看来是已经抽取成功了 卷轴停住后便开始缓缓地展开 其中出现了一名拿着扇子的美女 这个结果让吴池一阵愕然 难道召唤的只是一张画 还未等他有其他动作 画中女子突然动了起来 并且向着吴池伸出了一只 隐隐一握的小手 见此情形 吴池哪还不明白 也伸出手牵上了画中女子的手 缓缓地把她从画中拉了出来 此人刚走出画卷 便对着吴池微微失礼同时说道 草木之人林黛玉 见过公子 吴池却并没有回话 而是面露不善地盯着她 咳咳 只见这林黛玉刚说完一句话 便开始咳嗽了起来 心柔若可见一斑 这可让吴池一阵憨念 要是其他时候得到这林妹妹倒没什么 但是现在可是还在虚空试炼了 一阵咳嗽再次响起 而且是咳起来就没停的那种 这不禁让她无奈吐槽道 咳成这样 是痒了吗 吴池的内心无比难受 但还不能表现出来 只能在心中哭诉 耗费十个水晶 却抽到了体弱多病的林妹妹 虽然内心极度不爽 但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打开的英雄属性 有机械之肾的加持 不应该抽出这么弱的英雄 却没想到这一看把她吓了一天 这属性强得有点变态 如此弱不禁风的林妹妹 天赋居然是 力拔山吸气概式 体质以及精神 都是百分之一千的倍率 血脉 降诛仙草 更是有着滴血重生之能 只要没死就可以快速地恢复气血 才一级就有二十点基础体质属性 加上血脉天赋的加持 战斗力简直惊人 按照这个属性值 林妹妹一个打一百的自己都跟完一样 吴池正在这边歪歪着 林妹妹柔柔地开口说话了 请问公子可是对奴家有什么不满之处 吴池脸色大变 立马白手道 不敢不敢 开玩笑 就这面板属性 来多少的她也是白搭呀 她整了整心态 尝试着对林妹妹问 你知道新人试炼的信息吗 林妹妹那柔柔的声音再次响起 公子说的是第一天的怪物袭击吗 没错 新手的第一天应该危险不大 只是战斗会越来越残酷 林妹妹你要做好心理准 吴池回道 生死 心死 奴家皆已尝过了 公子不必为我担心 林妹妹悠悠说道 吴池见气氛有些不对 站起了身 同时说着 我带你参观一下咱们的领地 毕竟需要在这里战斗 先熟悉一下领地内的基本情况 新世领地内也没有太多可以参观的 唯一一座比较上的两台面的建筑就是红楼了 其他的都是简易志气 不到片刻领地内就逛完了 来到了最后那座破旧的茅草屋 进到屋内 眼前的场景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真不愧是破茅草屋 这让一向自称脸皮厚的吴池都脸红了起来 知之无无道 来得有些匆忙 还未来得及准备 说完就立马转移了话题 掏出一柄常见道 我在学校也练了一些剑技 手战对付些喽啰不在话下 林妹妹那懦懦的声音再次响起 公子果然不反 这话让吴池内心自信感爆端 就在他俩在茅草屋内腻歪的时候 领地外围一只巨大脚掌悄然而至 吴池还在内心里歪歪以后 一男一女共处一室的声道 林妹妹却突然严肃出声道 公子 有不速之客来了 吴池立马收整心神 看来是这虚空试炼的第一波怪物道 说着便抽出了腰间的配件 向着屋外走去 只见在围栏的外围 两只怪物正向着茅草屋缓缓磨动的 片刻就到了那几个的围栏之前 其中一只皮肤有黑的怪物 抬起手中的刀向着围栏劈去 仅仅只是普通的一击 系统的提示就跳了出来 围栏的耐久度已经减少了八点 吴池从屋内走出 见此情形他轻轻凸起 大鹤岛 哪来的刁鸣 敢来砸我的护栏 回过头对林妹妹打了个招 林妹妹 我先上 你帮我掠阵 就在他和林妹妹说话的功夫 那可怜的围栏就已经被两头怪物给打 四散纷飞 吴池立马向前冲刺而去 再耽搁下去 这两怪物还不知道要造成多少破坏 吴池首先向着身高较矮的怪物攻去 那怪物也不是擅长 见吴池过来也是立马抬起了手中的大刀 直接就向着前方劈卡而下 再冲刺的吴池立马停住脚步 侧身向旁边躲过这粒大士尘的翼高 仗着身形小速度快 在怪物再次抬起刀的时候 吴池已经来到了他的身侧 拔出手中的佩剑 对这怪物就是一剑攻去 见吴池速度如此之快 这怪物虽然已经发现了吴池 也见到了他拔剑的动作 但是时间上已经来不及 吴池这一剑使出了全部的实力 直接把怪物给劈了开来 然后潇洒转过身去 还极为臭屁地来了一举 搞定 初级怪果然很弱 看起来貌似很吓人 但这防御简直低得可能 剩下的另一头怪物剑 同伴被敏杀 立马哇哇哇地乱叫起 叫的同时还不忘了向后方跑去 居然是要逃跑 吴池也看出了怪物的心思 林妹妹可还在后面看着 这要是让他跑了 那也太丢面子了 他后发先知 同样是只用了一招 便直接把剩下的这怪物的头给卡 随后收起长剑 一气呵成 扭头朝着前方望去 这第一天的怪物 比想象中要弱得太多太多 换出物品来 把这两个怪物掉落的物品箱 给收了起来 每次击杀怪物都可以获得物资 后期不管是英雄的召唤 还是兵种的召唤 都需要靠箱子内的东西 收取完之后 吴池看着物品栏吐槽道 沉沦怪 两只小怪还起这么威武的名字 难道名字越厉害实力越弱吗 这第一天的试炼通过的实在是太过轻松 吴池自信爆满 觉得三十天的试炼也不过了 突然 空中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嘴 呜呼呼的风声从里面传来 刚准备回去向林妹妹炫耀的吴池 听见这声音立马回过了头 这突如其来的黑洞明显不简单 而黑洞经过短暂的酝酿 从中吐出了一团巨大的火球 笔直地向着下方的吴池砸了过去 而吴池盯着这向他飞驰过来的巨大火球 确认过眼神 这是当不住的人 就在吴池嘚瑟的准备下 林妹妹炫耀轻松解决掉了第一天的怪物时 天空中突然出现的黑洞降下一个巨大火球 并笔直地向着他砸了过去 其中蕴寒的威势极为恐 感觉就像一个太阳从空中落了下来 如此情形 躲肯定是躲不过了 吴池抽出刚入鞘的长剑 横在身前 抵挡着这威势极大的火球 远处的林黛玉见此情形 担心地出声道 公子 还不带他再说其他 吴池立马回道 我没事 还顶得住 话刚说完 脑下的地面突然爆裂开来 显然是这火球的威力太大 吴池已经有点顶不住了 他不禁在心里后悔道 刚才装什么插呀 现在好了 马上就要输在第一波了 就在他快要历劫之时 一只纤细的小手握上了 吴池的剑柄 瞬间让他压力大减 转过头望去 正是在后方观战的 林妹妹前来助阵 只见林妹妹这个 轻松地向前劈去 刚刚差点让吴池扛不住的火球 就这样被劈成了两半 吴池两眼泛起了崇拜的小星星 喃喃自语道 好 好强 而林妹妹接下来的话语 却让吴池差点炸熬 只听懦懦的声音说道 不堪一击 吴池只能甘大地转移话题 想不到林妹妹你还会剑术 瞬间就能分辨出这火球的弱点 只见林妹妹不好意思地回道 让公子剑笑了 卢家不懂剑术 只是单纯的实力压制而已 公子你的剑 好 好的 谢谢 吴池低头瞅着递过来的剑 难难道 这难道就是安全感了 但是这手也太鲜血了 根本就不像能发出那种力道的手 想到林黛玉刚刚表现出 如此强悍的实力 吴池突然觉得十分地不自信了 下一秒 黑洞中似乎又有东西要出来了 只见一道紫光降落 一群虚空怪物从光中出现 除了之前出现过的普通怪物 这次居然还有一只法系的怪物 就在吴池暗道不妙的时候 林黛玉却安慰他 不需要担心 他会处理他们的 正好吴池可以看看 他的真正实力 林黛玉走到怪物们跟前 摒弃宁神 在睁眼时 只见林黛玉快速穿过怪物们的身边 不等怪物们有所反应 所到之处的怪物都已经伸手异出 怪物们发出一阵哀嚎 看到这一幕 无耻被惊的目瞪口呆 幸存下来的怪物们 看到同伴们的尸体 各个面露惊恐 林黛玉顺手把一个怪物掐死 随意地扔到一旁 微笑着看着剩下的怪物 思考着下一个杀谁 怪物们看着他的行为 纷纷感到害怕 但害怕也得上 一声令下 剩下的怪物 全部倾巢而出 叫嚷着向林黛玉奔来 林黛玉对他们十分不屑 只用一招 就让这群怪物全军覆没了 仅剩的那只法系怪物 已经吓呆了 没办法只能拼了 法系怪物的法杖亮起 准备和林黛玉一决生死 林黛玉却很轻松地 一手接下了法杖 另外一只手 直冲他的面门 轻松解决完最后一只 在一旁的无耻 看到林黛玉的手段 已经目瞪口呆了 正在他发愣的时候 林黛玉已经回到面前 他被吓了一大跳 刚稳定心神 系统弹出了结算通知 除了基础的十八元十万 还额外获得了 一百枚结晶和剑塔 无耻心情十分不错 转身就带着林黛玉去开宝箱 林黛玉却疑惑 尸体应该如何处理 原来被击杀的怪物 尸体会化为飞灰 根据虚空课本的记载 这次来的是魔法系怪物 传说中 还有很多种类的怪物 虚空是诸天万界的坟墓 但大家其实并不在意这些 比起这些 大家更关心的是结算奖励 这次一共获得了十八个宝箱 无耻兴奋的点下开启全部 虚空结晶大风烧 十八个宝箱 一共收获了二十八个结晶 竟然还开出了三个爆率 只有百分之一的奖励 其中的一把刀无耻十分的满意 丰厚的收获 令无耻高兴不已 不但开出了大量的虚空结晶 还爆出了一把极品弯刀 他看着刀身上泛出的射人光芒 不愧是爆率 只有百分之一的极品 然而 武器的介绍面板 让吴池光速变成了小丑 一个他都能轻易杀死的小怪 不可能爆出什么好东西 林黛玉看着眼前无能狂怒的吴池 上前安慰一切 随心变好 不要因为生气动了肝火 美女的安慰果然很有效果 消极的吴池召唤出物品篮 清点战利品 有了结晶的他 现在终于可以建设自己的领地了 只有自己的领地更加强大 他才有大声说话的权利 为了阻挡即将到来的进攻 吴池迅速建造了兵营 可惜一级兵营 只能生产普通的民兵 而民兵根本无力阻挡 下一波怪物的进攻 吴池大概率和陈胜吴广一样 下场凄惨 一筹莫展之际 他注意到了 面板上一个小小的加号 外挂机械之肾 依旧非常给力 兴奋的吴池 没有丝毫犹豫 用力地按在了面板的加号上 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这次 外挂所展现的奇迹了 原先的兵营不见了 新的兵营正在建造中 等到烟尘散尽 一座造型古朴的建筑 出现在眼前 真不知道 这个升级后的兵营 可以召唤出什么样的强力兵种 停止一响的吴池 打开系统面板 看到兵种的他 瞬间生无可恋 可招募的兵种 竟然是野猪 虽然是钢甲野猪 但毕竟 兽类跟人类的差距 还是很大的 看到吴池的表情变化 一旁的林黛玉 一脸担忧 公子遇到任何困难 他都可以为其排忧解难 林黛玉握住了吴池的手 兵种太弱就不要了 他一个人 完全可以保护吴池的周全 吴池刚想要解释 他并不是那个意思 林黛玉却突然贴上了他的身体 满眼委屈地觉得 他就是不相信自己 吴池感受着 他柔软的身体 顿时害羞地满脸通红 脑内又开始浮想连翩 在吴池感觉 马上就控制不住身体的时候 他只能挣脱开林黛玉的身体 告诉林黛玉 自己相信他 吴池为了转移注意力 查看其物品栏 今天的战斗都已经结束了 决定明天战斗时 再召唤钢夹野猪 今天先把防御塔放上 等装完防御塔 两人在休息的时候 就不怕有怪物来偷袭了 吴池大手一挥 两座普通箭塔落在领地上 看着箭塔信息旁边的家号 果然 只要是他自己建造的建筑 就能够直接升级 可惜 小屋和围栏是绑定前就存在的 不能进行升级 吴池点下加号 两阵飓风过后 普通箭塔已经完成了升级 其中 盐爆塔是魔法系元素 可以攻击500米范围内的敌人 吴池对盐爆塔非常满意 而另外一座升级为了臭屁塔 看着面前的臭屁塔 吴池又被雷到吐血了 这大屁股塔 也有点太奇葩了吧 他顿时感到 有些头晕目眩 一阵天旋地转后 竟然昏了过去 林黛玉只好对他进行急救 一碗水下渡后 吴池才感觉慢慢缓了过来 林黛玉在一旁被吓得不轻 他看着臭屁塔的大屁股 怎么看都觉得 实在是太眨眼了 他看着吴池的表情 觉得他看臭屁塔不顺眼 立刻要去拆了臭屁塔 但他还想看看 臭屁塔有什么作用 只能起身转移话题 带着黛玉回到小木屋休息 他疑惑 吴池竟然睡得这么早 但他决定肯定有他的道理 立刻表示 自己去给他暖床 吴池听到林黛玉要暖床后 看着他的身体又开始鼻血直流 转眼到了晚上 吴池做完饭端进屋内 招呼完林黛玉吃饭 他开始大块躲移起来 看着林黛玉一直没有动筷子 就拿了个馒头递给他 结果馒头 林黛玉就咬了一口 当即表示好吃 虽然目前的条件比较简陋 但如果后期建造出了餐厅 酒店类的建筑 两人就可以好好享受了 到时候 一定请林妹妹好好吃一顿 林黛玉满脸期待地答应了 桌面上的饭菜 很快就被一扫而空 在两人觉得都吃饱喝足后 吴池从物品栏中 拿出了个计时器 林黛玉没有见过计时器 有些好奇 原来无尽虚空情况比较复杂 在虚空世界中并没有时间的概念 所以需要这种机械设备 来辨认时间 虽然没有属性 但非常好用 没想到吃完饭 已经这么晚了 吴池提出 准备休息吧 听到他的话 林黛玉转身就走了 他正在揣测 林黛玉是不是生气的时候 黛玉在背后叫他 吴池转过身来 只见林黛玉坐在床上 手捧蜡烛 他吹灭蜡烛并嘱咐吴池 等自己暖好床后再上床 吴池看着黛玉的动作 顿时在餐桌旁 有些坐立不安 他满脸羞红地 坐在餐桌旁 突然 黛玉在背后叫他 他有些僵硬地转过身 躺在床上的黛玉 告诉他自己 竟把床暖好了 他正准备起身过去 却又立马坐下 吴池在座位上思考再三 重复着起立坐下的动作 却还是没能下定决心 过去睡觉 最后只能长叹一口气 决定还是自己睡地上 让他在床上睡觉 没想到林黛玉听到这话 竟然眼面啜泣起来 他认为 吴池不愿意和他同床共振 是在嫌弃他 吴池看着面前的泪人 觉得林黛玉 肯定是误会他了 解释他可是灵主 怎么可能嫌弃黛玉呢 只是他有些害羞 看着梨花黛玉的他 一时间不知道到底干些什么 想着林黛玉都这么主动 跨出了第一步 他到底在害羞什么 吴池直接睡到了林黛玉身旁 黛玉看着他 躺到了自己的身边 立刻开心了起来 吴池听着背后的声音 突然感觉触电了一般 林黛玉竟然直接贴到了他的身后 从后面搂住了他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似乎碰到了一些地方 脸又红了起来 立刻有些后悔 自己没有睡在地下 看来今晚应该是睡不着了 第二天清晨 经过一晚的休息 吴池并没感觉到放松 反而有些难熬 当他睁眼回过神的时候 发现林黛玉竟然睡在他的怀中 他伸手搂着林黛玉 看着面前暧昧的姿势 感受到怀中的温香软玉 吴池立刻满脸通红地起身跑远 想着昨天晚上直接就睡着了 应该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转念一想 现在他可是领主 不知道他到底在害怕些什么 看着还在熟睡中的林黛玉 吴池起身 准备先去查看一下自己的领地 但其实林黛玉早就醒来 刚刚只是在装睡 他靠着围栏开始刷牙 心里感慨到 还是得刷牙 嘴巴里终于没异味了 不等他结束 天空中的黑洞又有紫光出现 几十个怪物从洞内而出 这次全都身披铠甲 手拿长矛和盾牌 他们从天而降来到吴池的领地上 刚刚落地就开始大肆破坏起来 我靠不是吧 他们从紫光中走出降落到吴池的领地上 这次的怪物竟然入侵得这么早 都是拿着长枪身着护甲 数量也有三十左右 这波怪物 绝对不像之前的那么好对付 吴池立刻控制系统备战 想着正好试一下 昨天新造的防御塔 按照他目前的实力 应该足够应付眼前的这些怪物了 身后还有兵营可以援助 怪物们嚎叫着 向他的领地冲来 看着冲来的怪物们 吴池启动防御塔 随着两声轰鸣 岩爆塔爆发出熊熊烈火 而臭屁塔突然从一个大屁股 变身成和吴池模样身影相同的塔 吴池看到这个画面 瞬间暴怒起来 决定迟早要把这个臭屁塔给拆了 仅仅是刚刚分神的功夫 怪物已经靠近了不少距离 看着两个塔的攻击范围 吴池估算着 距离大概也就二百米左右 他决定 先启用臭屁塔进行攻击 随着启动剑的按下 臭屁塔上 吴池模样的脸上 双眼冒出绿光 张嘴吸入一大口空气 随后放出一针绿色的气体 怪物们吸入这阵气体后 便都口吐白沫 昏厥了过去 吴池没想到臭屁塔的攻击 竟然能让所有怪物都失去战斗力 果然威力不俗 就是没想到 这虚弱臭屁 竟然属于高品质法术 正在吴池得意的时候 刚刚倒地的怪物 竟然都缓缓爬了起来 原来臭屁塔的功能 只能将它们麻痹 并不能杀死怪物 可不容缓 吴池立刻启动了岩爆塔 一个巨大的火球聚集在天空中 怪物们看到纷纷表情呆滞 岩爆塔的攻击竟然是元气弹 巨大火球从塔上飞出 刚从臭屁中醒来的怪物 看到飞来的火球 顿时惊慌失措起来 自己应该是死到临头了 咚的一声火球落到地面 所有怪物被一网打尽 吴池正在得意 又轻松拿下一把 但自己的领地 可经不住一直被轰 这次结算 一共获得了三十个箱子 吴池觉得 这次应该能开出不少好东西 毕竟这次可比之前的 等级和数量都高出不少 爆率再差 也该比上次高两倍吧 砰的一声 宝箱全部开启 看着满瓶的金石 吴池嘚瑟起来 吴迪真是寂寞啊 具体来看看 爆了多少东西吧 下一秒他瞬间石化 这次竟然只有三十个金石 三十个怪物 就三十块石头嘛 他不禁感叹 自己的好运要到头了 这么多石头 有挂也用不上 突然林黛玉出现在吴池身后 问他为何满面愁容 吴池本想让他多休息一下 觉得是不是他把黛玉吵醒了 黛玉却说是感受到了怪物入侵 所以起来了 吴池想着 昨天他这么辛苦 想让他能多休息一回 他向黛玉展示着战利品 现在他有了耕地水井 最重要的是 现在有了厕所 林黛玉看着他得意的神色 不明白 他为什么那么开心 吴池却想着 终于有厕所了 不然 他要是随地大小便被看见了 那可就太尴尬了 但是目前的领地范围 有些小了 这些建筑 不知道该放在哪 毕竟田地的面积 肯定会占很大一部分 如果放在护栏外面 肯定是不安全的 吴池立刻想到了 可以用原石来升级领地面积 正好手上有学校发的 47块原石 能够升级领地 本来他是 想用这些原石 来升级战利的 但想着底层建筑 决定上层高度 也就毫不犹豫地 点了升级领地 点完后 地面开始震动 他忘记了 在升级领地时 还会伴有地震 他立马把林黛玉揽入怀中 嘱咐他 不要受伤 随着领地的不断运动组合 两人摔倒在地 随着震动的停止 新的领地 也完成了升级 新领地 变得非常之大 居然扩张了整整一倍 吴池对此感到非常得意 打开系统 准备规划建筑 该如何放置 首先是两座防御塔的位置 需要改变 他把防御塔和兵营 都挪到了护栏的外面 这样既可以腾出护栏内的空间 如果怪物来袭 也可以第一时间响应战场 看着自己的规划 吴池表示非常满意 立刻映射到领地中 一阵光过后 各项建筑都完成了移动 林黛玉看着吴池满眼的崇拜 觉得他简直是太阳一般 不光强大 而且温柔 听到林黛玉的吹捧 吴池得意起来 并决定以后 就用这个作为目标 林黛玉也决定 以后会全力支持他 吴池准备把水井 厕所和耕田都进行升级 他一想到机械之肾的外挂 整个人都兴奋起来 随后 机械之肾闪烁出金光 不知为何 这次的光芒格外刺眼 吴池担心会再出现 臭屁塔那种玩意 林黛玉只能双手无眼蹲下 等他再次睁眼时 发现吴池竟然再次口涂鲜血了 他立马关切地询问 发生了什么 吴池解释 其实升级的结果挺好 普通耕地直接变成了林田 产量直接扩张了十倍 基本解决了两人的粮食问题 普通水井也升级为了月亮之井 月亮祝福 可以瞬间恢复部分体力和能量 同时还有治疗的能力 属性相当之变态 拥有了这么强大的恢复力 他的人想阵亡都困难 普通厕所升级为了玫瑰之语 每次从厕所出来都能够加速修炼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的厕所 是什么会锁呢 吴池对机械之肾非常无语 这外挂虽然好用 但老是出些怪招 连一次正常的升级都没有 林黛玉正在研究着林田 问吴池有没有种子 吴池在进入虚空时 就准备好了所有必须的物资 带了不少种子 足够百人一个月使用了 分别有胡萝卜土豆豆米和小麦 林黛玉询问他兵营士兵 是否需要吃粮食 吴池想到他兵营里直产猪 于是决定种胡萝卜 忙活了一会 林黛玉顺利把种子种好 吴池打了一桶月华之叶 交到林田中 林黛玉担心他这样是否会浪费 但他让黛玉不用担心水资源 这口井的容量能够存下十吨月华之叶 他只想看看这月华之叶 对林田有没有效果 林田突然发出亮光 这月华之叶能够有效起到作用 吴池决定以后多用月亮之景的水 来浇灌林田 忙完这些 他带着林黛玉准备回小屋吃个早饭 时间来到第三天 就在吴池一脸满足地释放压力时 听见厕所外传来一声怪物的吼叫声 他立刻探头查看窗外的状况 果然是怪物来了 今天的怪物也太会挑时间了 吴池立刻启动两座防御塔 开始攻击 臭屁塔立刻呼呼地放出烟雾 怪物们被熏得口吐鲜血 不等烟雾消散 轰得一声攻击接踵而至 怪物们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吴池坐在马桶上 看着外面的敌人被打得落荒而逃 轻松地取得了这场胜利 他看着系统的结算画面 发现这次虽然没有开出建筑 但开出了一个新的技能书 吴池兴奋地冲完水赶紧到外面 看看这次开出来了什么 他盯着七个宝箱开出的物品 发现了一个新东西 一个针织镜片 吴池想着来的正是时候 他正需要一个能鉴定的装备 马上就开出了这个镜片 戴上镜片后可以获取到对方的信息 吴池低头盯着手中新获得的技能 是一本八级拳 虽然八级拳是国术 但他觉得对他来说 这本八级拳有些太柔了 转念一想 这东西正适合林黛玉 他高兴地回到小木屋 把这本八级拳送给林黛玉当作礼物 他却觉得这个礼物有些太珍贵了 吴池让他放心去学 林黛玉只能收下 随后系统弹出窗口 林黛玉增加了八级拳技能 原来技能升级可以靠虚空原石 也可以靠战斗修炼 这八级拳分为八招 招数越靠后伤害就越高 林黛玉得知他的实力提升了不少 非常高兴 立马就想在屋内试试招数 见此情形吴池立马拦住他 让他不用急 等明天怪物来袭时再使用 吴池转移话题说 要去做饭 实际上是怕他在屋内试招 把房拆了 隔天清晨 吴池正在床上计划着 该如何分配好手上的资源 这时 林黛玉进屋通知他 怪物入侵了 听到怪物来了 吴池非常兴奋 准备出门大捞一笔 但今天的空中不像前两天 这次有三处黑洞同时出现 才刚到试炼的第四天 数量竟然暴增了如此之多 怪物从这么多方向同时来袭 防御塔不能一网打尽了 吴池带上昨天刚获得的真知镜片 查看着今天来的怪物 竟然是精英怪 黑暗猎手 吴池被吓了一跳 才刚到第四天就出现了精英怪 按照教科书的统计 精英怪普遍在第十天才应该遇到 他的进度也太超前了 那后面的怪物只会越来越恐怖 虽然他有机械之肾这个外挂 吴池未免还是有些担心 但他也没多余的时间去思考这些了 成群的怪物已经向他们冲来 他指挥待遇去守住一侧的护栏 他则去兵营召唤一只钢甲野猪 吴池打开兵营面板 立刻花费五结晶准备召唤 一阵金光闪过 他面前出现了一只身穿钢甲的长毛野猪 这只竟然还是野猪里的美女 他看着面前的野猪 虽然看不出哪里是美女 但钢甲这个天赋还真的是非常强悍 一瞬间 吴池想到一个好主意 战场上 往前冲锋的怪物们却突然呆愣在原地 只看吴池手拿宝剑 骑着野猪就跑了出来 和眼前的怪物们不断周旋 正准备击杀面前的怪物时 他的宝剑非但没有夺走怪物的生命 反而却断成了几段 场面一时非常尴尬 这时怪物也反应了过来 正准备反击 野猪直接将怪物一击致命 吴池看着断掉的剑非常愤怒 这可是花了他一千大洋买的 他怒从心头起 直接召唤出来四头钢甲野猪 一生全猪出击 所有野猪倾巢而出 把怪物们纷纷了结 这边刚解决完所有怪物 系统突然弹出结算画面 防御塔和林黛玉那边也都解决完了 看着防御塔面前的战场 无耻感叹 防御塔的实力还是一如既往的强 当他看到林黛玉的战场时 直接惊掉了下巴 林黛玉那边竟然一个怪物的权势都没有 他的战斗力可比防御塔凶残多了 和他们相比之下 他就单纯是靠钢甲野猪的实力了 他看着系统的结算画面 果然精英怪的奖励颇为丰厚 突然无耻的表情兴奋起来 这次的奖励中 竟然有一把狙击枪 他迫不及待要去开箱 这次绝对能开出不少的好东西 林黛玉却突然叫住了他 后面的怪物会越来越强 他担心无耻在前面冲锋陷阵会有危险 觉得他以后在后方指挥就够了 看着林黛玉有些幽暗的表情 无耻立马答应他会注意安全的 林黛玉的表情立马恢复了往日的温柔 无耻转移话题要去开宝箱 他也满口答应 三个小时后 两人终于把箱子都收集到屋内 总共有42个 数量数十是不少 桌子都有点要放不下了 这次不光有虚空结晶 还有面包清水等生活类物资 除此之外 还有一把冰铁长枪 一个领地建筑木墙 有了木墙就可以把围栏都给拆了 木墙也可以通过无耻的机械之肾进行升级 林黛玉看着他兴奋的神情 料定肯定是获得了不少好东西 无耻也给他展示着 这是一把高丝狙击步枪 虽然没有背镜 在虚空时代也只是普通武器 林黛玉并没有感受到这把武器的厉害之处 但要知道枪可是男人的浪漫 所以即使功能一般 无耻也很喜欢 他带着林黛玉去屋外准备强化领地 他先把护蓝都替换成了木墙 接下来就是惯例的开挂时间 无耻本想着木墙最差应该也能变成铁墙 但眼前的木墙竟然都变成了枯萎木墙 虽然有附魔 只要有人攻击木墙就会被诅咒 但外观实在是太错了 事已至此 无耻也没法纠结外观了 只要防御力加强了就行 升级完木墙就轮到两个剑塔了 其中一个变身成为了地藤塔 另外一个变身成为了弩冰塔 看着面前的一座魔法塔和一座特殊剑塔 无耻感到非常满意 接着他把地面布局重新规划 将魔法系防御塔一组 人形雕像一组 分别放在木墙的两侧 控制搭配着输出 能够让防御塔的效果达到最大化 最后还剩下一个锻造房 无耻希望能够正常升级一次 但事与愿违 锻造房升级后便为炼气炉 但是外观又是无耻的模样 无耻只能打开界面查看详细信息 炼气房只有两个功能 制造法器需要模板和虚空结晶 同时也能够将装备炼化为法器 看到这里 无耻准备先把狙击枪炼化一下 他把狙击枪放入炼化炉中 看到要花费一百虚空结晶 吐槽竟然要这么贵 没等他反应过来 炼气炉上和无耻长相一样的铁人 双眼发光 手指向炼气炉 炼气炉周围立刻燃起熊熊烈火 无耻躲闪不及 狼狈地向后摔倒 突然铁人的动作一变 火球向两人的面前飞来 就在离他们面前不远的地方处停下 火球变化成一把高丝狙击步枪 普通的狙击枪炼化后 竟然变为了稀有装备 同时升级成了十级 吴驰想着有了这把神器 明天打怪不轻轻松松吗 决定一定要大显身手展示一番 第二天上午 吴驰正在屋内悠闲喝茶时 木墙外的爆炸声打断了他喝茶的动作 他知道是今天的怪物来了 吴驰带着林黛玉到木墙上 看着木墙外腐蚀遍地 他心想这不纯纯生化危机吗 预估数量得上百来之 吴驰拿出针织镜片 准备查看怪物们的属性 通过鉴定 外面的都是寒霜腐蚀 虽然数量众多 但都是一些普通怪物 正当他松一口气时 却发现 狮群中有一只精英辅尸混在其中 吴驰照例开启防御塔 正在庆幸有防御塔 能够大大减少辅尸数量时 林黛玉在一旁提醒他 虽然防御塔很厉害 但似乎对已经死了的辅尸 没什么作用 密集的箭矢向丧尸群射去 但是收到的效果却微乎其微 丧尸还是汗不畏死地冲杀过来 男主知道这次炮塔是指望不上了 再召唤五头野猪试试效果 随着二十五颗虚空洁净的消失 五头属性强悍的野猪出现在面前 但是还有两路没有人镇守 男主让黛玉去负责 他很高兴 急忙硬了下来 丧尸看到天上有个东西 急速下降 都不由地抬头看天 原来是黛玉从天而降 直接冲撞的四周灰尘漫天 丧尸被强大的力量冲散架了 黛玉一个俯冲就干掉了十几个丧尸 男主才意识到 碎之可以威胁到丧尸的生命 旁边几头野猪等着主人给下达命令 有点谄媚地看着他 现在距离怪物大概有二百米 已经超过了野猪的攻击距离 男主要想办法把这个距离缩短 突然灵光一闪 狙击枪可能可以帮上忙 一阵光芒闪过 男主立刻把狙击枪召唤了出来 没有多余废话 直接开火 子弹发出沉闷的声音 发射了出去 击打在丧尸的身上 直接令丧尸伸手一触 男主庆幸把狙击枪炼化成法器了 说着就继续展开攻击 对着丧尸群一顿输出 随着距离慢慢缩短 无迟一阵紧张 终于到达一百米 男主直接命令野猪战斗 野猪气势强大地冲了上去 和丧尸冲撞在一起 将一头头丧尸给撞散架了 男主在城墙上感觉很震撼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赞叹野猪居然能把丧尸扯碎 身下传来一声附和 无迟没想到他怎么在这里 待遇解释那边已经结束了 男主没想到那边那么快就解决了 野猪这边才刚刚开始 突然发现黛玉的等级也很高了 黛玉看到野猪这边有点胶着 主动请鹰想去帮忙 男主同意了 提醒他不要太残暴 黛玉卖蒙答应 说完身形出现在丧尸群边 丧尸看到出现的新敌人有点呆 黛玉脚一用力 身体冲着丧尸飞了过去 丧尸也是不畏死的大吼 张开了大嘴进攻 黛玉一拳打在丧尸脸上 一脚踢在肚子上 顿时丧尸群传来一声哀嚎 没多久 男主这边提示战役已经结束了 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的无尺一联盟 怎么可能这么快结束 而那边的黛玉已经再逗野猪了 野猪看到他在战场的表现动也不敢动 战役结算清单浮现在男主的面前 无尺意外居然有618克虚空原始 但是现在只是第五天 怪物的质量和数量已经让他很吃力了 以后只能在资源分配上用点心了 先把防御塔升级一下 现在防御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 最主要的是攻击力 身后黛玉突然建议把祭坛升级一下 吓了男主一跳 不明白为什么要升级祭坛 黛玉表示想多一位姐妹 然后含情默默地看着男主 无耻心里也是想多来个妹子陪伴 当然是欣然同意了 黛玉也开心坏了 感觉公子真好 很快便取了一堆虚空金石 放在桌面上 想要召唤新的成员 第一次召唤时 花费了十个虚空金石 男主很好奇 这次会召唤出谁 随后刷的一声 男主看到召唤出了玉带罗长 觉得很意外 没想到还能召唤出装备 黛玉觉得 这身玉带罗长很是漂亮 但男主却觉得 就是一身普通服装 没什么用 于是又花费了十须空金石 想再试一次 但这一次还不如上次 只召唤出了同级脱鞋 所以更失望了 黛玉也觉得 男主今天的运势不佳 想劝他明天再试试 但男主却不服输 又用了十须空金石 这次则召唤出了同级长酷 黛玉觉得自己 劝说没用 便无奈地离开了 再看男主 倒有点越挫越勇的气势 不停地用虚空金石召唤 却只召唤出了一堆没用的垃圾 只有一双天丝手套 勉强能给灵妹妹加点属性 他瞬间觉得 上次能召唤出黛玉 纯属自己运气好 所以 想要放弃这次的召唤 但又有点不甘心 想了想 还是决定再赌一次 这次 他花费一百虚空金石 直接开启了高级召唤 只听哗的一声后 一个红衣美女 一脸疑惑地 缓缓向他走来 男主觉得很兴奋 他这次终于成功了 而且还召唤出了一个点 很正的美女 他赶紧查看了一下 戀器界面 发现这次召唤到的是 秦可卿 属于精灵十二差当中的 一个英雄 不但属性很高 而且 他的天赋风月宝剑 还是非常厉害的辅助能力 最主要的是 戴宇和秦可卿 都是红楼中人物 激活对应的羁绊后 还能让各自的属性提升十点 幸运值也提升了一点 就在男主想得入神时 秦可卿恭敬地向他行了大礼 男主也高兴地向他问好 不过 男主很好奇 秦可卿为什么会穿着婚装来到这里 秦可卿表示自己在那个时代时 正是婚期之日 而且正在婚房内侍奉 没想到就这样被召唤了过来 男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而且 他现在穿的衣服并不适合这个世界 就让他换上 自己刚才召唤出来的衣物 他也很高兴地答应了 只是表示自己 要更衣了 让男主回避一下 男主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待在这里 很不合适 于是便尴尬地离开了 但秦可卿的身材 实在太好了 导致男主被迷得神魂颠倒 连黛玉来到他的身边 他都不知道 所以 黛玉跟他说话时 还被吓了一跳 然后 他便跟黛玉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幕 黛玉也觉得很好玩 没想到 秦可卿在和贾荣的婚礼上 被召唤了过来 不过秦可卿 嫁入宁国府后过得并不好 所以觉得 他能被召唤过来 也挺好 甚至跟男主开玩笑 让他直接跟秦可卿入洞房 男主赶紧表示不合适 只见此时黛玉哈哈大笑 男主才知道自己 被戏弄了 也想戏弄一下黛玉 所以他表示 即使要入洞房 也是先跟黛玉 没想到 黛玉居然害羞地答应了 弄得男主很是尴尬 于是便立即起身离开 并表示要先去收集 打开丧尸们抱的箱子 黛玉只好默默地 跟在男主的身后 来到收集 打开丧尸们抱箱子的场地后 男主才发现 黛玉跟秦可卿的 幸运加成有些低 只得到少量宝箱空虚 结晶空虚原石和普通装备 收完战利品后 男主把之前召唤到的天丝手套 送给了黛玉 黛玉戴上后 表示很合适 心里也很高兴 而对于那本 被称作寒霜吐息的技能书 男主觉得 并不适合黛玉 想让秦可卿试试 就在男主想得入神时 刚好秦可卿换好衣服 并款款走了出来 此时 男主和黛玉都被迷住了 觉得她是真的特别美 男主看换好衣服的秦可卿 看呆了眼 黛玉一下把正发呆的吴驰 推到一边 快步走到对方面前 她有些紧张 心里疑惑 黛玉妹妹 很早就到了吗 她开心地安抚秦可卿 让秦姐姐 不用这么举促 男主是好人 一定会照顾好她和黛玉的 秦可卿点点头 和黛玉站在一起 公子花痴的 看向两个大美女 赞叹道 真是养眼啊 领地属性 是美人概率百分百 旁边的佩琪 哼哼痴痴 男主汉眼表示佩琪不美 她是个例外 吴驰拿起手中的金石 想着先把新的防御塔建好吧 升级后 防御档次又上升了 男主正在思考 放在哪里比较好 寒霜傀儡塔 攻击范围200米 诅咒时间60秒 库存有10个 机枪塔 攻击范围1000米 库存有100个 男主一阵感叹 这个外挂啊 还真是惊喜啊 吴驰坐在石桌前 默默地看着地图 领地现在只剩下一个角落 没有防御塔 现在金石里还有两个建筑 男主想先看看这个陵墓 能变成什么样子 随后吴驰用力地 将包裹向外甩出 只听丁的一声金光乍现 下一秒 英灵殿浮现在男主面前 英灵殿的主要功能 是复活英雄和兵种 吴驰惊讶 甚至不敢相信 英灵殿 是所有人都想要的神器 有了这个神器 兵种和英雄死后 灵主就可以花费 一定的代价复活 这个神器暴率 是非常低的 没想到 被男主提前拿到了 这给他高兴地上蹿下跳 秦可卿显然还不太适应 吴驰这个性格 黛玉已经见怪不怪了 知晓公子 一定是得到了西汉宝贝 吴驰想着趁热打铁 想要把兵营也放出来 只是系统提示五级 才可以开启兵营 现在开启 就需要拆除原来的棚屋 拆除棚屋 就没有野猪佩奇了 男主心想 那肯定不行 算了 系统升到五级不难 这个兵营暂时收起来吧 正在发呆时 听到有人焦滴滴地 喊了一声公子 黛玉带着秦可卿走来 焦滴滴地喊了一声公子 然后提醒他 男主之前不是说 让秦姐姐学习技能吗 无耻有一瞬间的尴尬 主要是因为 得到了英灵大殿太兴奋 所以差点忘记 秦可卿低头表示 无碍的 男主高兴地拿出一本魔法秘籍 递给秦可卿 秦姐姐疑惑 这就是法术吗 正要伸手去接 不等手指碰到的功夫 突然金光乍现 秦可卿被吓得花蓉失色 惊叫连连 煞时间 魔法秘籍 已经融入他的脑海中 男主表示 这是一个范围攻击魔法 现在就可以试试看 这个魔法 具有迟缓和冻结的效果 秦可卿 还有些不知所措 黛玉也安慰 不用紧张 按照直觉来就可以 他在心里 呢喃自己的直觉吗 脑海中大致掠过一下 已拥有的魔法 片刻后 长长地向外呼出一口气 想试一下魔法的威力 瞬间场地寒风呼啸 男主和黛玉 大半截身子 都被魔法冻住 俩人苦不堪言 秦可卿下得赶紧取消魔法 尴尬地向俩人道歉 夜晚悄然来临 窗外咸月如沟 灵星点点陪伴着冷月 男主在屋里欲哭无泪 将袜子脱下后 发现脚已经被冻肿了 无耻两行热泪 心里懊恼 早知道就不让他试了 两个女生洗完澡之后 来到男主门前 许可卿感叹 月亮之景的水洗澡很舒服 两位女生来到房间后 男主装作若无其事 表示也要去月亮之景洗澡试试看 无耻刚走过黛玉的身边 听到他小声地喊停他 随后提醒他慢慢享用 还举起一个大拇指 朝着男主扮了一个鬼脸 无耻满头黑线 想用什么呀 有什么可想用的 刚走到月亮之景 男主就感到不可思议 站在井口 闻着飘来的阵阵香味 不禁感叹 好香的洗澡水 男主洗澡时 非常享受 不知在幻想着什么 下一秒赶紧骂醒自己 不可以这么想 洗完澡后 向屋里走去 在窗户边 就看到两个女生还在说笑 男主的头上 还冒着丝丝水气 也顾不上擦 走到屋里 询问两个女生 怎么还不休息 待遇看到无耻头上 还有些水气未干 想让秦姐姐 去帮男主擦一擦 她听到这话 心里纳闷 这个要怎么帮 秦可卿爽快地硬下 伸手直接向男主施魔法 只听呼呼的风声 从无耻身上刮过去 她的发型完全凌乱 片刻后 身上完全干了 男主才发现 这个技能 还可以这样用 秦可卿被夸奖 还有一些害羞 黛玉也感叹到 秦姐姐的天赋太神奇了 以后可能会有 更强大的作用 男主感觉也 非常的有道理 看来对他们的开发 还远远不够 无耻还正在走神 听到黛玉在喊她 诧异还有什么事情吗 只见她已经躺在床上 还摆出一个非常妩媚的姿势 表示要赶紧休息 也许明天还要大战一场 男主听着这话 非常的有道理 秦可卿有些惊讶 难道就一张床吗 说着 还偷瞄了一眼男主 男主被偷瞄了一下 有些紧张 回味刚才的眼神 是什么意思 但是心里有些窃喜 一男两女共处一室 这要怎么睡觉 冷静片刻后 男主还是决定 做正人君子 举手表示自己睡地板就可以了 床上的黛玉妹妹笑得开心 秦可卿则是满脸通红 男主非常的无语 到底在笑什么 黛玉向无耻抛个媚眼 公子这是害怕了吗 男主瞬间被激怒 有什么好怕的 他可是地球人勇气传说 只听扑通一声 男主就已经躺在了床上 并且表示赶紧睡觉 黛玉在一旁偷偷看着无耻 男主闭言假媚 心里默念平常心平常心 秦可卿看着无耻 因为他们不能好好睡觉 非常的不好意思 和黛玉商量 要不要再为公子搭个床 秦可卿的心里 非常的内疚 对方则大方地表示 不用担心 随后 指着床上的那个人 让秦姐姐看清楚公子已经睡着了 秦可卿惊掉了下巴 次日 来了一共八百多只怪物 只是这次怪物的攻击 不再是蜂拥而上 而是变得非常狡猾 三人合力攻击 也才勉强抵抗 第七日 怪物的数量增长到了一千多只 甚至有五百多只精英怪 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突破了防御塔的火力 甚至破坏掉了木墙的一角 战况凶险万分 幸好有黛玉和秦可卿作战 俩人联手出击 才使男主度过了这次意外 无耻也吸取了这次教训 开始全方面的升级防御 不仅仅是防御塔 还有领地的墙面 这才让之后几天 战争没有那么凶险 终于到了第十天 男主终于松了一口气 领地升级到了四级 领地的面积 已经达到了两千平米 防御塔还多了六座 男主贴心地提醒 黛玉和秦可卿 今天是第十波 怪物会有一定的强化 虽然两人升到了四级 但也不可松懈 两人心里都是一阵暗息 赶紧回应 一定会护男主周全 另一边 无耻看到眼前的场景 感到非常奇怪 按照怪物嗜血的本性 他们应该发动攻击 但现在 怪物却在傻站着 一动不动 一旁的林黛玉 也觉得奇怪 但现在他们 也只能等待 看着对面的怪物 在不断地胡出白色气体 林黛玉惊呼他们 要开始攻击了 无耻嘴里嚼着零食 觉得这怪物 真会踩点 手中拿起镜片 鉴定怪物的种类 那是恶难兽 由于他们的等级不同 技能也不一样 无耻打了个响指 开启防御塔 指挥着防御塔 在对面进攻 无数炮弹 打向对方的同时 也将对面的怪物 动成了冰块 他兴奋地紧握拳头 觉得升级过的塔 真是给力 又嚣张地指向对面的 恶难兽 让对方尝尝自己 新塔的威力 顿时塔中射出 无数道紫色雷电 随后又发射出 无数的水炮 将恶难兽包裹住 无耻笑着 看着眼前的一幕 觉得效果真不错 花大价钱升级塔的等级 是正确的选择 这时 一边的林黛玉 看到战场上的一幕 用手指着 让他看过去 原来是臭屁塔 发挥了作用 解决掉大多数怪物 秦可卿发现 不远处又有新的怪物出来了 无耻拿起镜片发现 这一批全是精英怪 着急地想要和另外两个人 一起防御 但转头却发现 他们已经跳下围墙 要先去处理怪物 自己只能无奈地 让佩七跟上支援两人 战场上 秦可卿大口 吸入空气后 用力吐出一股寒气 瞬间将对面的怪物 冻成冰块 随后 他用力一击 将被冰封的怪物打碎 又握紧拳头 向前打出一道金光 等到金光散去 对面的怪物也被打飞 无耻无奈地 看着眼前的场景 觉得自己还是先吃点东西 估计战斗一会儿就结束了 他拿起零食刚要吃下 却猛然发现 对面烟雾中 出现一个巨大的怪物身影 他抬头震惊地 看向那张恐怖的怪眼